创意理財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裁員廣進 台北股市其實在這個禮拜 指數空間都不大 忽漲忽跌其實 幾乎在一個比較小幅的區間 去走震盪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它會這樣子走 好 如果說你今天 有看我們這個Light Edge的 我有跟各位講過原因 我說台股現在等什麼 等一個攻擊的訊號 它到底是要漲還是要跌 到底這個攻擊訊號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都有在這個Light Edge裡面 有跟大家去做解說 那待會我再跟大家去做一個 比較詳細的一個 從圖形裡面再把它抓出來 我們來看到底要怎麼去看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整個指數在今天禮拜五 快收盤 現在1.05分 可是整個找盤 台股到現在為止 它的空間不大 只有大概小跌個四十幾點 那你會發現量也不大 現在1000億出頭 越過到收盤大概1200附近 對不對 好 如果以台股來看的話 指數就耗在這裡 在月線位置附近區 好 那間收周線 我們從周線的角度來看 最高跟最低 其實都不到200點 好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台北股市為什麼沒有動 因為它在等一個訊號 那你整個台北股市 到底什麼時間點它會動 好 那各位 所有的內容 我們都提早在這個line裡面 已經跟大家做說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仔細看 其實台股的走勢 我們之前有跟會講過 從現在大家是生活在那個 新冠肺炎的陰影下 那當然那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 也沒有人知道 可是如果說我們從整個國際股市 從整個籌碼 從整個架構裡面來看 其實似乎啦 股市稍微有一些 跟肺炎有一點點脫節的關係 所以呢 台股當初在那個新春開紅盤的時候 台股跌下來 1月30號大跌700多點 大快700點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反彈的關鍵點 應該在隔一個禮拜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嘛 你要怎麼談 台股如果破半年線就是 進場低階買進的時機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 結果2月3號破半年線 台北股市就開始談 對吧 那台北股市在開始談的過程裡面 我跟他說 台股現階段它有三個 應該說分為三個階段 哪三個階段 2月7號我跟他講說 止跌再來就是反彈 再來有沒有機會走回升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內容 都是我們在Line Edge裡面 盤中跟他去做的解說 那我跟他說過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我們這個Line 然後你想要提早知道 整個台股未來的發展 那我建議你啦 反正你今天加入Line也不用錢嘛 有的時候你可能盤中在忙 或者是現在這個時間 你沒有辦法看我們的節目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Line Edge裡面呢 把整個盤式 跟整個個股的操作 到底方向在哪裡 我們都會提早在這裡面做解說 好不好 所以咧 還沒有加入的 歡迎你加入 OK 好 那當你現在台北股市 止跌看到了 反彈也看到了 問題是台股線納痕在這裡 他到底要怎麼動 有沒有機會動 好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這地方有幾個觀念 我們把它釐清楚之後 其實這個盤不難做 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去掌握那個低檔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做進場 你要看得懂 否則的話 你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漲的時候再追 到時候每次都追高點 我今天在Line裡面 我跟各位講過 今天是2月21號禮拜五 我就跟各位說 台股有三個階段 止跌反彈跟回升 對不對 止跌反彈看到了 是不是能夠走回升 到底台股有沒有攻擊的機會 好 昨天我有跟各位講過 訊號1 就是從月線的角度 來跟大家做說明 仔細看嘛 台股這個禮拜指數空間不大 它都耗在哪裡 耗在月線 有沒有 耗在月線 那可見你台北股市 現在這條月線 它還沒有化解 那你一定要化解完之後 你才有機會 去回補這個缺口 之前肺炎的這個缺口 對不對 好 那你月線要怎麼去化解 所以我跟他說 現在其實它也不用漲 就跟你耗在這裡就好 它用整理 用時間去換取未來的空間 什麼意思 因為你月線現在的位置 將近還在1萬2千點左右 你現在指數在1萬1千6百多點 好 那各位 那你月線這個地方 因為它現在的成本 今天禮拜五成本在這裡 下禮拜一 禮拜二 等到禮拜三之後 它的整個成本就會大降 它整個成本 它整個月線就會下來 所以你台股橫在這裡的時候 你台股在下個禮拜最慢後半週 它還是有機會去站上月線 當你站上月線之後 也代表說這個盤 它其實已經有什麼 有那個攻擊的機會 但是我昨天又想了一下 因為你下個禮拜是228假期 在你228假期之前 會不會說大家會想說 要放假了 那個買盤又縮手 所以當你月線的成本下來 是確定之後 就算下個禮拜後半週 你整個台股因為228假期 還沒有明顯攻擊 但是我認為你三月份 三月初的時候 你月線成本還是下來 所以你台股還是有攻擊的機會 所以這是第一個 從月線的角度來看 好 這是訊號一嘛 那訊號二在哪裡呢 好 那各位 訊號二要看陸股 什麼意思 我說我們現在大家都生活在 那個肺炎的陰影像 那我老實講 你問我老實那個什麼 新冠肺炎會怎麼樣 也沒有人能夠回答你 但是你會發現到 這一波在肺炎的陰影下 美股早就創歷史新高 昨天漲多一點點 已經漲了兩個禮拜了 不止兩個禮拜 已經漲了快三個禮拜了 稍微震盪一下 合理 可是這一波肺炎最嚴重的是中國股市 你看 中國股市近期的走勢都一路在上攻 有沒有 有沒有讓你看過大跌過 沒有 好 那各位 為什麼說訊號二在入股 你注意看 入股從去年5月份開始 它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所以它都上不太去 但是在上不去的過程裡面 它這將近超過半年的時間 就是在走一個區間 那這個區間好不容易 在那個封關之前 陸骨本來要走一個波段出來 因為它大跌完成 對不對 結果遇到肺炎 好 它跌下來 可是跌下來之後你會發現 從它新村開盤到現在為止 它現在已經回到哪裡 回到之前那個區間 擴底的位置區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注意看 如果我這個位置我不看它 它現在的位置就是 等於已經來到什麼 區間的位置區 那如果說陸骨有機會 再往上攻去走波段 你覺得台骨要不要跌 那你陸骨要怎麼去做原判 那當然這個區間盤的高點 在這個位置區 現在陸骨的位置 已經接近來到這個位置區 也就是說當它出現 大跌完成又過前高的話 我跟你講 未來的陸骨 它會有一個明顯的波段 所以當陸骨上去之後 我覺得對台股而言 那都是好事 所以兩個訊號一個月線 時間還不到 那到月下禮拜後半週 第二個就是陸骨 現在陸骨幾乎已經快過前高了 那個大跌已經完成了 所以當這兩個訊號一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台北股市 就是就像我跟你說的 就算下個禮拜 後半週因為228假期 可能還沒有明顯攻擊 可是我覺得3月份的走勢 3月初的走勢 它很有機會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當那個機會到的時候 有的時候真的是 要去把握那個低點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的操作 其實每個人進出股市 其實不管你是買還是賣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是成本是最重要的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在買股票的過程裡面 你的成本永遠比你周圍的人 還要來得低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問題是 你現在怎麼去抓那個低成本 對不對 怎麼抓 我跟他說過了 你掌握不到個股的 我這個LINE X 可以幫得到你嗎 當初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了 我1月底我跟他說過了 台股如果破半年線 就是進場低接買進的時機 對不對 所以從2月3號 台股破半年線的時候 我就再跟他說開始進場去買 那怎麼買 你來仔細看 除了盤怎麼走 我們會在LINE X裡面 跟你很明確的跟你做說明 那當然我說我沒有百分百 市場操作沒有人百分百 但問題是你今天看我們的LINE 你是賺錢的喔 就說你是賺錢 你說老師這個肺炎怎麼樣 我跟你講你今天看我們的LINE 你是賺錢 而且不是只有一檔喔 而且都是賺破斷喔 各位你注意看 2月3號 台股跌下來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你就是進去買買哪一檔 我跟你講說加聯益 有沒有 澡盤的時候台股破半年線 那時候就是低點啊 我說你把你的成本永遠比別人低 你就不用擔心了嘛 因為市場上面人都在幫你拉抬 都在幫你抬轎 你只坐在轎上看人家那邊撕差而已啊 所以當時你跟著我們操作 27.65附近我低檔就叫你買 當天留下影線 結果呢隔天台股走 就開始談了嘛對不對 所以隔天是不是漲了6% 當時我就跟他說啊 你從低檔去買 很多股價它已經跌到不會跌了 因為它本身它有它的價值在 什麼叫做價值 這次的肺炎我就跟他說嘛 很多PCB的廠 它是在湖北有設廠 啊沒有設廠的呢 現在在湖北設廠的 還未必開工嘛 還沒有完全開工啊 可是你沒有在湖北設廠的 我就當時就跟你說啦 一月底我就跟你講 加聯益大手筆投資75.78億 他要購入設備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得利啊 所以他有機會啊 所以呢當時我就跟他說啊 你跟著我去買低點 你看我的賴去買低點 彈起來之後呢先漲10% 但是我那時候跟你講 還有一段 還有一段 不用急 你已經買得夠低了 你何必為了 賺那個一點點小錢啊 每天在那邊廝殺 所以當初你看我們的賴愛者 你現在已經先賺10%了嘛 對不對 我說還有一段喔 結果咧 你看 18% 你看 這樣上來又20% 你再看 再創新進行新高 結果23% 我有說錯嗎 你再仔細看 當初跟你講說 買進的原因在哪裡 結果2月20號 加聯益拉高台灣的殘忍 等到你2月20號你再進去買 頭頓你仔細看啊 2月20號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區嘛 有找嗎 可是你跟我買是買在這裡啊 我們是不是讓你先賺了這一段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盤只要你能夠掌握 台股它應該會怎麼走 你能夠分析得出來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我要怎麼做 所以呢 2月3號低檔叫你買 一彈起來超過兩成 那這樣超過兩成的股票 我說不是只有一檔啊 頭頓你再仔細看 我說我們的line能夠幫得到你 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會提早跟你預告嘛 你2月份 2月3號你錯失了加聯益 2月6號我跟你講啊 今天早盤我們進場搶便宜嘛 低檔上漲才剛好開始的股票 有沒有 怎麼樣 早盤就叫你買 好 這個圖形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當初我給你講哪一檔 我給你講漢遜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市場資金啊 以當時是以那個比特幣啊 當避風港 上了1萬塊美金 所以這種股票怎麼不動 結果你看喔 當初2月6號禮拜四買完 結果呢 隔一個假日禮拜一 他就工廠停 結果勾完漲停之後呢 你再仔細看 第一檔買完 你的成本很低 不用怕 這一漲起來 欸 又是兩成 欸 頭痛不是只有兩檔 你再仔細看 為什麼我一直跟你強調說 你今天看我們的LINE 你能夠賺得到錢 因為好的股票 我們都會在LINEX裡面介紹 舉個例子來講 下一檔在哪裡 2月10號 當初我跟你說啊 這是2月10號禮拜一那一周啊 就要攻擊的股票 為什麼會攻擊 因為他股價還沒動嘛 位子很低嘛 他本因比又偏低 本因比偏低之外呢 再加上什麼 他又轉單的效應啊 所以我說這一定會動 這一定會動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你講啊 你趕快把握喔 他又動了喔 結果你注意看 我LINE有說錯嗎 還沒有動嘛 我跟你講金掌科 禮拜一喔 2月10號禮拜一喔 你看2月11號 你看 他就工掌停了 欸 你不用追喔 因為你2月10號 已經開始進場去買了嘛 隔壁一工掌停 這代表著說 欸 他脫離底部 脫離底部之後呢 彭頓你再仔細看 再上工 15% 16% 再來呢 25% 又是兩成 所以說你說這個牌 你說老師啊 沒有什麼波段股可以做 不會啦 你還是可以周圍波段啊 問題是 有低檔你錯失了 然後呢等到漲上來 你每次都在想說 啊 漲上來這檔有機會 你的操作模式永遠 都跟你所想的不一樣 為什麼 你每次都想買低賣高啊 不是嗎 問題是你什麼時候做到嘛 最後一次問你啊 你什麼時候做到 如果你做的跟你想的不一樣 這一點代表著說 你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少了什麼東西 少了什麼 不只是信心啊 你連整個盤勢的一個 未來的走勢 你都沒辦法掌握到 所以我跟各位說過嘛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去掌握 這樣的盤勢 你今天光是看我們的LINE 金展科給你25%的空間 漢遜有兩成的獲利對不對 加聯益有23%的空間 同時沒有 到現在為止這些個股啊 都只不過是我們2月份 撿便宜的第一波 第二波的個股 這個禮拜更精彩 等一下我們再來跟你講 所以呢 還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趕快跟著一起來 你看賴都能賺得到錢 你跟著做 我要讓你賺更多 因為這個盤 我跟你分析過了嘛 最慢最慢嘛 3月初嘛 它兩個訊號啊 月線不是問題了 第二個訊號呢 陸股都上去了 而且陸股都已經快過 5月份的高點對不對 錢高嘛 以這個盤整局來看 差不多已經過了 差不多快過了 那這一過代表大敵完成嘛 它後面要走波段 那你說台北股是要大敵 不合理 所以趕快利用這個低點好不好 但是後面要怎麼做 這東西待會兒 我們再慢慢跟大家做解說 但是如果說 你前面已經錯 是第一波的獲利的 趕快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們來看 後面的方向到底在哪裡 休息一下 10機才1加1大優惠 第一波加權 11,138 逢低買進 大漲30% 第二波 蕭老師再次清代進出 機會才1加1大優惠 10機才 機會前 02-2578-3777 02-2578-3777 10-2578-3777 10機才 10機才 機會前 下跌 減便宜 時尚最好康 機會才1加1大優惠 第一波加權 11,138 11,138 逢低買進 大漲30% 第二波 蕭老師再次清代進出 機會才1加1大優惠 10機才 機會前 02-2578-3777 02-2578-3777 車怎麼開的 你在看呢 啊 啊 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撥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郊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播、話、儀等就對了 好 換回到現場喔 台股這個禮拜的指數空間都不太大啦 那尤其像今天的盤 快到收盤了 大概只有小跌啦 只有小跌 那我今天早上一大早 大概在10點多 我們都在發LINE的時間 我就跟各位講說 這個盤今天因為是收周線 那你周線空間也不大 又加上那樣說 我說這盤啊 頂多就小漲小跌 它現在目前橫在這裡的原因 我剛好跟各位講過 它先化解月線反壓嘛 對不對 那你台北股市到底有沒有機會攻呢 這兩天 我們在LINE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我說這有兩個訊號 第一個看月線 因為月線到下個禮拜後半週啊 它的成本才降低 所以你走整理呢 台股還是會過月線 還是會過月線 第二個重點呢 在陸股 好 你說肺炎怎麼樣 老實講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但是我看到的是陸股 它一路在走高 那現在這走高呢 它現在啊 它已經將近 回到五月份當初的那個擴底區 如果沒有肺炎這一段的話 我跟你講啊 這一波整個新春開盤之後啊 陸股市一定上 好 陸股市一定上 可是就算有肺炎啊 它也是每天漲 那當你陸股能夠大抵完成 再上攻的話 這叫做走波段 為什麼 出去看喔 我剛跟各位分析過台股的月線 陸股的月線成本現在在這 下個禮拜月線成本都下移嘛 如果說過了四五天之後 下降的更大 所以整個月線是翻揚的 那它現在整個季線的成本在這裡嘛 未來還是在低點啊 所以它是月季線啊 它有機會形成什麼 黃金交叉 所以陸股它會支撐整個雅谷的走勢呢 還有機會再攻 可是問題是那個機會到的時候 你往往就是錯失那個低點 真的是滿可惜的喔 我說過喔 你在選股上面你不了解 盤不了解沒關係 那你選股也不知道 好 那各位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你看LINE就賺得到錢啊 第一波我們操作的股票 加聯益23% 漢訊20%嘛 對不對 金產科也是超過兩成 這是第一波的操作 那第二波的操作 我說這個禮拜它就要動 上個禮拜跟你預告嘛 對不對 好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跟你準備好了 同樣在LINE裡面 你注意看 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 資金大的可以留意一檔 大抵完成 本益比偏低嘛 外資低檔吃貨 那這才剛開始啊 這在收斂三角形啊 技術面要快動啊 所以我提早在還沒有動之前 我上個禮拜跟你預告 他就是要動 結果呢 全市場 應該也只有我能夠在上個禮拜 告訴你 有一檔個股要動 他叫台盛科 很多人都沒有預告 反正漲上來他都有 好 隨便啦 但是你今天看我們的LINE 我們都提早跟你預告 對不對 結果這個禮拜呢 周先生就動起來嘛 這一動起來呢 你會發現到 啊 怎麼搞得又漲停 很頭痛喔 到底要買不要買 那我跟你說過嘛 你的股票永遠成本比別人低 你都沒有煩惱 因為 上個禮拜113附近 我們第一檔就叫你買 這一漲起來 漲停板就130.5啦 你看 差多遠了 離我們成本差多遠了 這一漲起來就15%咧 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等到你這樣多少 快三成了 對吧 誰說賺不到錢 指數是橫在這裡沒錯 問題是你總要去找什麼 這個盤現在在輪動要輪漲 而且是比大盤強的股票 我們在這裡跟你預告的 結果漲上來 幾檔 從上個禮拜第一波的輪動股 不管加聯益 漢遜 或者是金展科全部都兩成以上 到這個禮拜第二波的輪漲股 台盛科快三成 另外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是我在過年前為了肺炎 武漢那個應該說新冠肺炎準備的股票 在第一檔的股票 生技股我只做一檔叫高端疫苗 我只做一檔叫高端疫苗 這檔個股 前面我們先賺17% 然後高檔賣掉低檔我又把他買回來 2月10號328附近把他買回來 很清楚這都會員的抠訊 結果你再仔細來看 這波能夠賺多少 還是上去啊 很多老師跟你講生技 也有部分的生技股有漲上去 但問題是最強的股票在哪裡 我在封關前就在低檔跟你說了 前面這一段我們賺17% 高檔賣掉我買回來之後呢 又賺了三成 你看喔 到現在為止啊 今天高端疫苗還是漲停啊 是不是漲停 問題是你這低檔沒買 我問你後面你怎麼追得上去 他已經連續兩支漲停板在創新高 你每次都想要買低賣高 問題是低檔你都沒有買 我就說很多時候你的做法 跟你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樣 這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那我是覺得 股票市場裡面 沒有偉銀這件事 他講求的是一個機率 可是問題是 在講求機率的過程裡面 跟你的操作 跟你的做法 跟你的操作習性 你要把它拿捏出來 你要把它抓出來 總不能說那個機率大的 然後你結果都沒買 然後你都不做 然後每次都是漲上來之後 真的漲上來拼拼去追 追到現在一堆股要掏在上面 我跟各位講 這樣操作模式 你會一直翻下去 那你前面兩波的個股 你都看到了 這個盤 我們剛好跟各位講過 台北股市月線已經不是問題了 你問我肺炎怎麼樣 我也不清楚 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但是我看到的是陸股 它已經過了 將近是過了去年5月份的高點 那是大底完成 所以整個盤還要往上攻 那你這個盤要往上攻之前 在走震盪的時候 你怎麼去抓低點 所以第三波減便宜的動作 我們最近都在做低階好不好 你是我會員的 該買我會低檔叫你買 我從不叫你去追 等到拉上去之後 你也不用動了啦 為什麼 因為你在找賣點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下一檔 能夠從低檔起來的股票在哪裡 最近有些個股 它牌子在走整理 但是它的底部卻是完成 那有些個股在這個地方底部完成 我發現到 有些特定的人士或法人 他來偷吃 所以有些個股在這個低檔的位置區 有人在買的時候 這預告的是什麼 它後面會有一個利多要出來 所以我們的會員都在低檔開始買 所以你的成本又是比別人低 你就不用擔心 所以你措施了前面 第一波跟第二波的波段操作 我建議你 第三波的股票 這檔低價大標股 你一定買得起 後面會有利多出來 你趕快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也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這地方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好把握第三波 撿便宜的機會 我們下個禮拜見 拜拜 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擊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實際財 機會錢 下跌減便宜 時尚最好康 機會財一加一大優惠 第一波加權 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逢低買進 大漲三十八 第二波 肖老師再次清代進出 機會財一加一大優惠 實際財 機會錢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實際財 機會錢 下跌減便宜 時尚最好康 機會財一加一大優惠 第一波加權 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逢低買進 大漲三十八 第二波 肖老師再次清代進出 機會財一加一大優惠 實際財 機會財